早上好 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日本 所以很开心也很期待 旅程会发生的事情 本来一早上起床呢 我们还觉得很大雨 然后很幸运的现在雨停了 所以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去Bot Station 我们现在到达机场了 我们要去那个Kate闸口 我们现在在达机上面了 还有大概要坐四个小时到大阪 我们现在终于在日本了 闻着日本的空气 我觉得日本好干净啊 它的那个 你搞不好有没有很光彩啊 很光彩 就真的很干净的感觉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多的时间了 我们还没到九点了 我们还没到九点了 我们终于check in了决定 然后出来 正式出来吃东西了 我们终于check in了决定 在吃饭 然后吃了一点 很辣 这个是你面前的 最后才都没有吃一口 每天天的食材 感觉那个面是真的非常好吃 就是我们叫了两碗 大概是110块港币 而且那个质量是very high quality 所以真的很赞那个面 然后我觉得那个日本的街道 到了晚上就非常的安静 就是如果不是我觉得日本安全的话 我是绝对会觉得很恐怖的这件事情 就真的是整条街没有什么人 好大 我买了这个就是很多人highly recommend的 如果来日本一定要吃的一个雪糕 让我尝一下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说你要敲表皮的那层焦糖 然后再吃里面的雪糕 哦 它 looks really nice 你看 嗯 嗯 好好吃啊 很浓郁 Oh my god 果然日本雪糕真的highly recommend 嗯 好的 谢谢观看